周国平说,成功的人会在闲人面前认怂,并不是成功的人懦弱无能,而是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加值钱。 闲人是非多,不惹闲人,远离是非,便是解脱自己。 自媒体人苏西西讲过一个故事,苏西西住的小区附近,有个女生割腕自杀了。 女生有个体面地工作,还有一个提上结婚一成的男友,走到这一步的原因,实在令人叹息。 有一次,女生和清洁工起了冲突,清洁工出言不逊,女生就找人开了清洁工。 同一个公司上班的清洁工的儿子气不过,便去找女生理论,也被解聘。 那之后,清洁工母子便和女生结了仇。 后来,女生攒够钱买了一套住宅,好巧不巧,清洁工母子因为拆迁也被分到一套房子,就在女生的楼上。 那之后,女生的噩梦就来了。阳台上总会被扔各种垃圾,半夜也会被楼上的各种声音吵醒。 不得已,女生只能出去租房子住。 中间女生想过卖房,但每次带人上门看房的时候,母子俩就站在她家门口破口大骂。 这种情况下,自然没人敢买。 后来,母子俩更是造谣女生思生活不检点,男友也因此和她分手。 失恋后,女生的精神彻底崩溃,在一个深夜,女生拿着水果刀找那对母子理论,敲了半天门里面都没反应。 冲动之下,女生割伤了手腕,倒在了电梯口,再也没有醒过来。 闲人,就像泥潭,你越是纠缠,越会深陷其中。 与其资助比较,两败俱伤,不如果断认输,及时止损。 有个耗散定律,大意是,一场掐架最终的胜负,往往取决于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和闲人纠缠,既消耗了时间,也破坏了心情,实在得不偿失。 巴克曼在《外婆的道歉信》中写道,永远别惹比你闲的人。 聪明的人,都懂得在闲人面前认怂。